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就是一个人在要死亡的时候 我知道了 你提醒就好了 我听着 要死亡的人我们做医生要不要救 这个救人一命胜造七七佛独 哪里看着人要死不救的 一定要救 那么是说至于说救了他 他也不修炼 他还苟然蚕蚕还在受痛苦 我们这个人生 特别你们到了晚年不修炼的人 一定是要病的 一定是要各种病痛 这个叫生老病死苦 求不得苦 冤赠会苦 爱别离苦 冤赠会苦 这八苦一定是在晚年越来越多了 你看这个老头老太太在家没事 都是老念叨 哎呀 我那个三儿子不笑了 他也不来看我了 我很想他 这个怎么怎么地的 再念叨他 这个是什么怨恨 这也是一种苦啊 所以人老是所有的苦的 极越性的一个来讨债的一个过程 也是冤心债主集中讨债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活着 活着他就用这个肉体再偿还 肉体上的这个罪来偿还 这些业债 那么现在这一世偿还都偿还了 下一世不就没了 那一旦这个肉体一丢 他没有这个偿还业债的工具了 那他不都把业带回去了 带到下一世了 有的是带到下一世 有的是这个叫负债子还 父亲还不了到儿女身上 到孙子身上去了 所以我们这个人身宝贵 不要轻易的把人身丢失 能让他夺活一秒钟 就让他夺活一秒钟 不可以给他安乐死啊 什么什么这些 安乐死等于是自杀 等于是说人家讨债没抬够 你就让他死了 那那些讨债的讨死鬼 他就讨到你这来 你就必然大病一场 你明明能够救活他 你不救活你就大病一场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些都是眼睛看不到的世界 阴阳界 这个隐态世界的规则规律 所以不要说救不滑 你救他干什么 让他憋死他算了 弄枕头闷死他算了 你看他多遭罪啊 所以甚至是不治疗了 也不给他氧气憋死他算了 你把氧气一断 他就等于把他憋死了 所以能就是让他多活一秒钟 就给他多活一秒钟 这是我们做人的天良 不可以不救 不可以见死不救 要明白他这个道理 但是你要说真正能帮他解脱 也有方法 这个有什么方法呢 就是我在新加坡 有一个病人 这个九十多岁一个老太太 九十多岁的这个老太太呢 她这个得的什么病啊 就是这个手 在七十多岁就这样勾了着 这样鸡爪子一样的 这个脚呢也勾了了 你可以把凳子往后拉一下 怎么呢 所以说这个谁呢 他这个他这个干什么呢 他年轻的时候 他这个没学文化 没学文化呢 他就跟着他爸呢 去做事 他父母是做什么 杀鸡的 杀鸡呢 他从很小呢 十几岁就在鸡饭 不是鸡饭 就能杀鸡的摊位上 帮他爸爸剁那个鸡饺 剁鸡饺 这好嘛 这个嫁给谁 嫁给跟他爸爸一样干杀鸡的一个儿子 男的 这儿子也没读书 也继承他爸的职业 又去杀鸡 他嫁给人家又剁鸡饺 这剁了一辈子鸡饺 砍了一辈子鸡 到七十来岁 这个手脚都这么勾了了 这是完全不能自理了 不能走路了 也不能吃东西了 嘴巴也歪 然后什么 就这个样子 这个一脱 脱了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他亲人找到我的时候 求什么 求我 说师父啊 有没办法让我妈早死 看着太痛苦了 真的 我们是不忍心 不是说我们不愿意伺候 好几个人 都还挺孝顺的 看着他真的是九十多岁了 还死不了 自己要死要死又红 有没有办法 我说是你们是发自慈悲心 可以理解 但是通常是让他受尽这个折磨 但是你们的慈悲心发了 我的慈悲心不发也不好 我说有办法 我说给他办一次超度法会 我就指挥他 教他怎么怎么做 光你们烧的那个黄斧纸 用了三大箱子 那就是黄斧纸专门超天神的 就用了那个大箱子 三大箱子 那金银纸就海里去了 我就指挥着 教导他家人 怎么做了一次超度 这个超度完了以后 我忘了是七天 还是十几天老太太往生 这就是什么 用这个方法消他的业 而不是说憋死他 或者是不治不救他 那个怨恨太大了 一个是这个人他会怨恨 一个是他的灵知道 是你憋死的 那么一个就是 他的冤亲债子会怨恨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不是没有办法 你真发了慈悲心了 看他这样的 那劝他的家人怎么样 给他做功德 做功德去度天人 度六道众生 上公下施的功德 回向给什么 回向给这个病患者 那么他可以自动解脱 无非是灵跟肉 脱离的一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也告诉大家 那么活着的时候要做什么 要好好修炼 我们修炼者 可以在活着的时候 进行身和心的分离 叫身心分离 那么继续修炼 心跟灵要分离 这个叫庄子 我昨天用的成语叫 解心使神 把你的灵解脱出去 最终我们解脱的是灵 不受心的牵扯 束缚 善心恶心都没有了 不受这个束缚 那么灵 活泼泼的灵 圆灵解脱 圆灵解脱你就成佛了 你的报身化身就成就了 所以说我们修行人 就是要活着做这种解脱 身和心的解脱 怎么去讲呢 大家知道战争上 有的战士在兴奋的时候冲锋陷阵 跑到山顶了 这个告诉宣布胜利了 然后崩 自己跌下去 躺下了 为什么 屁股中了子弹呢 这屁股中了子弹呢 他还跑了几公里 凭什么是在几公里前中的子弹 不是刚才中的子弹 凭什么 心和身怎么样 脱离了 身的痛苦自己不知道了 所以我们这个对重症病人 要让他求念阿弥陀佛 或者念这个发愿往生 兜率陀天的迷了净土 那么如果他坚定的 执着心仅仅的 在净土世界的这个境界中 他就可以进行身和心怎么样 分离了 心在极乐世界 念念在极乐世界 那么身上疼 不知道疼 中了子弹 不知道中了子弹 这种叫身心什么 分离 身心分离的人 他死之后身上是软的 因为他已经活着的时候 从自己的躯壳已经解脱出来 是心灵合一的解脱 但是他没进行心和灵的分离 所以他会心上的八十 阿来耶识会裹住他的灵珠 裹住他的灵 那么去拽着 根据因果他又去拽世了 我们修行的人 是灵跟心再进行解脱 也就是八十 完全束缚不住自己的活泼泼 圆脱脱的那一点灵光 所以解开这个八十的心 灵出来了 灵出来了 他就是原本是佛 所以你不就进行了 至少是和法界身融合一体的解脱了吧 进行了法身解脱 虽然你没有练成报身化身 但是你进行了法身解脱 也不再受六道轮回了 也不受六道轮回 那将来再乘愿再来 再完成报身和化身的成就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的身心解脱 心灵解脱 它是三个次第 那么这个都要通过密法的实证 也就是说刚才第一个问题 我们提到的 你修什么佛法 我们在密程中 严格的把佛法分为 世部佛法 行部佛法 瑜伽部佛法 无上瑜伽部佛法 世部佛法就是你们现在在干的 整天拜佛啊 上供啊 求菩萨加持啊 求财神赏钱啊 这拜拜那拜拜啊 参加法会啊 这些都是世部佛法 这是入佛的基础 但这个入佛再往上走 走行部佛法 行部佛法已经要修 这个初期的上师相应法 瑜伽相应 这个上师相应法 金刚撒头法 那么还有什么 就是你的身口意 已经要转变成佛的身口意 每天行道于人间 都是用佛的身口意在行道 所以这就进入行部佛法了 也就是说你 这个每天所做 都是佛的身口意 在主持你的肉身在做 道上面的瑜伽部佛法 就是修什么 这个本尊升起次第佛法 就是这是你选观音为本尊 或者要是佛为本尊 或者是哪一个度母 或者是金刚撒头为本尊 那你根据自己的觉知 或者是自己的相应 我天天就供的观世音菩萨 那我就以观音为本尊 就比较容易相应 那么这个时候 那就是要求你自己化变成本尊 就是你自己不能再做张卜生 张卜生要退出去 然后让这个肉身变成观音的肉身 变成要是佛的肉身 那么用这个你的肉身 观音的灵身合一来做功德 因为你是观音了 你就有本灵了 观音的神通你都具备了 所以这个就叫 这个瑜伽部的就开始相应了 相应了 别人来求什么 你念个咒 念个六字大名咒 他的病就好了 别人求个什么 你说好 我化成本尊 然后我在本尊身中加持你 让你的所愿悉灵满足 他的愿望就满足了 这个就本尊成了 修本尊很难成 是因为不得诀窍 将来都要瞧你们本尊 传你们本尊窍诀 就是万人修万人成的窍诀 那么再往上是无上瑜伽部 无上瑜伽部要修气脉明点 把肉身都修成光 肉身修成光 以自己的三十二相好 八十随心好 化成自性本尊 就是我就是我 我已经成菩萨 我已经成法王 我已经成佛 叫一生补处佛 你不是圆满报身佛 圆满报身佛不在我们这个世界了 报身圆满了在色究景天以上的净土 长迹光土里面 他不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所以大家要知道 那么这个是什么 这是无上瑜伽部 那么最后的在彻缺陀疡 圆满光化 法报化三身 圆满成就 那么最后在无上瑜伽部 所以大家要知道 今生成佛是可行的 那你一定要找师父 找师父 你不能只是拜拜拜拜拜 想成佛 这个成不了 这都是世部 世部就是极福报 极功德 这个不可能真正成佛 真正寄身成佛 一生成就 要像老师所说的 从行部进入 从生起次第 瑜伽部进入 到无上瑜伽部 这都是佛法 你不要说你们只学了个净土 只学了一个显宗 只学了一个南传部外佛教 你们就是佛法了 这不是完整的佛法 完整的佛法是 释迦牟尼活着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的佛法 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 他的徒弟很多 活着成了阿罗汉 活着成了菩萨 活着最后受祭 到别的佛国去成佛 我们在经典中 是这样看到的 不是现在大家修的 都是死人佛法 什么叫死人法法 我现在活着贪真吃 我该做啥做啥 我死了我去极乐世界 是不是这样的 你们修的都是这样的 活着都不做佛的事 做人的事 想着死了我就成佛的事了 对不起 你这是脑袋出问题了 活着开始做佛的事 死了就一定是做佛的事了 活着做人的事 死了还是个人 因为你的惯性在这个地方 这是借最后的话题 是给大家多讲了一点 好 好 我给大家看